才能美满的 有些人 有些人 既然讲到这样 婚姻常常听到人家 都不美满 都失败 我对婚姻没有信心 所以你要相信一样东西 你既然是信仰耶稣基督 你要对神有信心 不是对人有信心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 会跟你讲的天后乱醉甜言蜜语 都是骗人的 你要对上帝有信心 上帝给你的婚姻 给你会保守婚姻 直到最后 你要对神有信心 不是对人有信心 在活前夜下的时候 什么承诺都会讲 我永远爱抓紧 对吗 他是讲爱着你 是讲错爱抓紧 在活前夜下 他会跟你讲很多东西 第一为什么 就是你要对上帝有信心 不是对人有信心 因为只有在上帝旨意上的计划里面 你才能够明白 第二 婚姻是基于亚当独居不好 需要适合的配偶帮助他 配偶在这里的言文就是 就是相配的助手 适合的伴侣 互相互助的 互相互助的 婚姻在神的计划里面 也就是夫妻两人 彼此扶持 为神 为神所托付他们的人生目标 一同努力 不是找 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婚姻不幸福 为什么婚姻不能美满 因为女孩子都是 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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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有钱的嫁给他 错了 错了 你不是不见得 你嫁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老公 你就是很幸福美满的日子 越有钱 越会搞三搞四 是不是 越有钱 男人有钱做什么 很多 很多想象的事情 然后 我不找 我不找有钱的 我找帅的男人家 所以你的动机 你的婚姻的动机 你做婚姻的 那个 错了 难怪 难道到最后 你惹到一身 亚三癌 一身 一身伤 那是因为你 从一开始 你不是按着神的旨意 和心意 和计划来祷告 不是因为你有钱的老公 你就能够让你没完 不是你的老婆 我长得很漂亮美丽 你就幸福美满 哇很 很 很标志 有钱有厚 哇身材很好 我告诉你 我开过老人院 我见那些阿婆 阿婆 阿婆 全部 阿姨 她拿起她十八岁的年轻的照片 很多的 碎啊碎啊碎啊 美丽啊 可是到老人院 她还是老人一样 美貌不能代表一切 美丽也不能有一切 婚前可能很美丽 婚后生三两三个孩子已经走样了 就哄咯了 是吗 但是如果能够在人仍然有爱 仍然对那个人有爱的 这才是真正的爱 再猛烈 不是因为 以前有这样东西 我爱 没有就没有爱 这不是 爱 爱是一种猛烈 无论如何 无论怎么样情况 我都要跟她厮守终身 到 比如说一天 你的另一半 少了一只脚了 少了一只眼睛 你还爱吗 哎呦 没有完全 没有完美了 就不要了 换别 换别了 你以为驾车啊 认识 转抬员 转抬员 不要 不是 不是的 所以 又讲回来 婚姻你的动机在哪里 OK 然后 第三 哇 第三很长的 第三 婚姻是人类论理中最亲密的关系 胜过父母 这是上帝看的 当然 父母亲 胜你是很亲 但是在上帝原则上 婚姻的婚姻关系 夫妻关系比父母 比你孩子的关系还要亲密 只有婚姻夫妻关系呢 两人成为一体的关系 你不可能跟你妈妈成为一体 你不可能跟你爸爸成为一体 你也不可能跟你孩子成为一体 你只有两夫妻成为一体 这圣经讲的 然后这一体代表灵的合意 夫妻的灵命要相和相通 对神的委身度要相近 婚就是两婚的合意 夫妻的感情意志教育等各方面 在主里互相配搭 就是说你今天要找不是找越有钱的人 你今天不要找不是找越有帅的人 你要找在你生命当中 能跟你互相配搭 直到你完成上帝在你这一人生的计划 你一个人不能走完你人生要你 上帝要你走的目的 除非有特别的恩典 当然不排斥有人走单身生活 但是最主要上帝还是要你跟你的配偶一起走完 然后体的合意 只有在神圣的婚姻中才能享受性关系 而不是那种哇 one night stand many stand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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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 stand到重爱之病就知道了 stand 明白吗 睡觉 接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一体如果一个人单一个屋子你看多辛苦我上面的那一个 如果两夫妻两人一起建营造的家庭很清神的 有借过婚的人明白我讲什么事啊 哎呀 我不管啊 我借老婚我老 这个家是老公的责任啊 难怪 你你一定会吵 哎呀 我娶个老婆 老婆是我家里的黄年婆 不得煮饭啊 洗衣服啊 照顾孩子啊 给他做啊 这家庭不会美满的 如果你要洗衣 你要洗衣 你倒不如买一只洗衣机就好了 不用娶老婆的 又拐又听话 他也会闹情情 对吗 这是上帝要我们了解 所以耶稣对离婚的态度是 每一对夫妻都是神所配合的 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再一次的重生神的话语来嘱咐你 来吩咐你 每一个夫妻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戒了婚 是上帝所配合的 不开心 这个女孩 她常常作弄我 她常常 呃 呃 呃 折怒我 诶 我我我 我是 我是当传道没两年 可是我 我信了主 整二十年 我也 虽然我当时我也 我也帮过很多的couple 就是夫妻 说过鼓倒 你知道吗 结婚不到一个星期 麦可我要离婚了 我才知道 如果早知道就不要跟他结婚了 有这样的状况 吵什么 你知道吵什么吗 老公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 每天睡醒 他一定挤他的牙膏 挤得很漂亮漂亮的挤牙膏 然后脱牙 然后上班 那老婆呢 随便 叮 牙膏就 按按按按按到牙膏的那个形状 不漂亮 她两个就 早上就吵 我 做好 你为什么这样 每天吵牙膏 好笑 你们都听到会好笑 可是他们会牙膏 而纳于又的 然后又 又吵什么呢 吵晚上睡觉的时候 盖背单 但日识他抢脱 又要背单走 那么冷的半死 然后他又抢呢 两个人抢 一张 如果是真的背单那么重要 买两张咯 一来一张就不会挠咯 不会挖 不会吵咯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兄弟姐妹 我在看家庭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 如果男一方女一方 愿意背心自己 不强求自己的力 我fight for my right 我做的是对的 你要 你要听我 我做的对的 是你错 是你错 男的说 是你错 女的说 是你错 永远 那家庭 我也合成 但是如果男和女 愿意背死之嫁的话 愿意看主的面来 做太太的话 愿意看主的面来 做丈夫的话 是很容易 你不爱我了 你混钱的时候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有时候不能过来 因为我们不肯背死的家 我们要我们面子 你不爱我了 你混钱的时候对我这么好 混钱的时候对我这么好